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脑人言,我是主播猴雷 今天的主题是在子宫里的学习 宝宝带着什么来到了这个世界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和子宫里的宝宝说话,他们真的听得见吗? 答案是可以听见 其实在妈妈怀孕的第16周 就有宝宝对声音有了反应 认身25至26周,胎儿就可以听到声音了 那胎孝真的可以帮助宝宝 在出生后拥有更好的智力和认知能力吗? 答案是否定的 虽然宝宝在子宫里已经可以触摸,尝到味道,听到声音,看到光 但是目前并没有研究证据表明 给胎儿听音乐,讲故事 或是母亲欣赏艺术作品等活动 对宝宝出生后的智力、认知和学习能力有促进作用 不过这些对于准妈妈来说 倒是挺不错的运气活动 相反,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会影响胎儿的成长 比如把耳机贴在准妈妈的肚皮上给胎儿听音乐 一旦音量没有控制好,也就是超过60分贝时 反而会损伤胎儿听觉系统的发育 从而影响他们的听力 不过,人类真的是在母亲的子宫里时 就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学习 那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都会学到哪些知识呢?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理解触觉、听觉、未嗅觉及视觉 四种感觉的形成 以及神经系统的发生发展 让我们一起走近看看 1.触觉 触觉是胎儿最先发展出来的感觉 以妊娠26到27周为一个时间节点 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 在没有外界声音和抚摸的情况下 胎儿会越来越多地触碰自己的身体 会更多地摸自己的脸 手和胳膊 这是胎儿正在了解自己身体上的各个部位 除此之外 宝宝还逐渐地学会了主动吃手 在手还没有碰到嘴巴的时候 小嘴就已经张开 等着手指的到达了 这张嘴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动作 因为这证明 胎儿已经可以感受到 自己手臂在羊水中的移动了 所以才会张开嘴巴等着 而当有外界抚摸的时候 宝宝也会有不一样的反应 当妈妈抚摸自己肚子的时候 起码在妊娠21周之后 宝宝更多地会动动头和嘴巴 而当妊娠27周之后 宝宝则会花更长的时间触摸子宫壁 像是在回应来自妈妈的抚摸 有意思的是 宝宝还仿佛知道是谁在抚摸妈妈的肚子 因为当陌生人抚摸妈妈肚子的时候 宝宝会花不少时间来回应 而当爸爸在摸妈妈肚子的时候呢 在统计学意义上 胎儿的反应和没有人摸妈妈肚子时的反应一样 但是仅仅看数量的话 胎儿也还是会回应爸爸好几下的 胎儿味觉系统的发育 大概从妊娠的6至7周开始 到大约妊娠18周结束 也有学者推测 妊娠14周的时候 胃类就发挥作用了 不过理论上 妊娠18周的时候 胎儿就可以尝到妈妈吃的各种食物 喝的各种饮品的味道了 而且胎儿的口味 真的会和妈妈的口味相契合 在出生后 若是吃到妈妈 在妊娠和哺乳期间吃过的食物 宝宝的进食体验会更好 胎儿的嗅觉系统 早在妊娠11至15周就已经形成 但是因为鼻孔被堵住了 所以胎儿这个时候还闻不到任何气味 堵住鼻孔的组织 会在妊娠6个月 或更早一点的时候溶解 此时 胎儿才可以闻到溶解的羊水里的气味 就如他们对味觉的适应一样 宝宝在妈妈的子宫里 也熟悉了妈妈身体 还有常吃的食物的气味 3.听觉 听觉系统的生理结构 在妊娠20周左右就完全形成了 在胎儿听觉的研究中 胎儿最早对声音有反应 是在妊娠16周的时候 也有胎儿在妊娠19周时对500赫兹的唇音做出反应 他们会更多地转头 动动手 张张嘴 不过这些动作有可能只是对声波的震动产生的反应 而不是真正听到了声音 胎儿真正听到声音则要到妊娠25至28周 当胎儿开始分辨不同声音的时候 就代表着他们已经可以听到 并且处理声音信息了 在妊娠36周的时候 胎儿就可以区别妈妈和陌生人的声音 母语和非母语的发音了 所以带着在子宫里听到的声音记忆 宝宝在出生的时候 就可以分辨妈妈和其他人的声音 同时还具备了一定的母语听力基础 4.视觉 视觉系统是最后一个发育成熟的感官系统 它的发育会一直持续到出生之后 简单的来说 在妊娠24至40周内 视觉系统都在发育着 一些胎儿会在妊娠20至22周睁开眼睛 而对早产儿的研究发现 在相当于妊娠30至32周的时候 早产儿就会对外界的光线做出反应 而还在子宫里的胎儿 在妊娠34周左右 她们的眼睛会随着外界光源的移动而移动 36周的胎儿也会在外界光线变化时 心跳加快 身体的活动变多 还会区分不同类型的光线刺激 所以相比于触觉 未嗅觉还有听觉 在妈妈的子宫里 宝宝接收到的光线信息可能并不是很多 但是宝宝们也感受到了光的存在 也对光的变化做出了反应 所以通过在子宫里的种种经历 从子宫里毕业的宝宝已经可以感知到自己的身体 而且还会吃手吧 也了解了一些妈妈的饮食习惯和她的声音 还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母语 不过虽然足月出生的胎儿 已经可以在子宫里感受到一些光的刺激 但是宝宝对视觉信息的处理 更多还是在出生后才建立的 于是乎 当一个宝宝降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她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做好终生学习的准备了 宝宝表示 我准备好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击下方关注 创作不易 一键三连 摆脱了 这里是脑人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